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詹志祥 今天是5月的24號 5月24號 現在是下午時間2點35分 那現階段的這個盤式 他呈現的是一個以盤待變的這樣子的盤局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接近先前 一度接近到一萬一千點的時候 那一萬一千點 畢竟心理關卡的壓力比較重 因為畢竟從今年以來 這個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的這樣子的這個情況 一直蔓延在這個市場當中 那既然現階段來說 他是以盤待變的一個盤式 所以我們就要來搞清楚 到底現在誰在故意壓著盤式 那誰在做多 應該跟這句話說 講直接一點就是 誰在做多誰在做空 我們講明白一件事情 外資在做多 為什麼 這前兩天外資不是賣股票賣現貨嗎 但是他期貨是在一直持續增加 他的多端部位啊 各位說好朋友 外資的這個期貨多端今天再增加2,286口 昨天是增加1,402口 現階段整個期貨的多端的水位是來到了41,686口 那在選擇權的部位 現階段到今天最新的數字是 進多單22,237口 如果這個把選擇權的進多單 去換算成期貨的金額的話 那就是期貨多單選擇權換過去 等於就是期貨多單的5,559口 等於如果選擇權進多單 加上期貨多單 在外資的部位 他總計加起來是47,245口 多單 這是外資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阿翔老師 那這盤怎麼還是一直沒有有效攻上去 來到這個位置 適度的洗洗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因為畢竟先前衝高的時候 他沒有爆料 適度的洗洗是好事情 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內資在搞鬼 內資搞鬼 昨天 前天 這兩個交易日的時間 正義商 的避險賣單 總計砍出了34億賣鈔 也就是說這兩天 前兩天的黑KID 都是內資在搞鬼 那當然你說是搞鬼也好 或者是他們想獲利下車也好 很合理很正常 因為畢竟炒作了被動元件炒作了吸金元 拉得這麼高 哦燒下來 那可能你今天也會想說 阿翔老師好可惜哦 這個這個奇力新鮮漲停 3682美麗也漲停 這一點我必須要承認 我昨天賣的不漂亮 被洗出去 不過這也是難免啊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昨天當你看到核生堂跌停 信長電跌停 華興科跌停 國劇也跌停了 正常的情況之下 除非你心臟是比一般人還大一百倍 否則洗掉都難免啊 不過會員朋友也沒說什麼啊 因為畢竟我們是貨利下車 我們再找其他股票來做就好 就像今天我們做了有一檔 先剛剛進的 升級 低檔往上漢地把衝 也是不錯 先買先賺 那當然 我們回過頭來 你現在可以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外資 在盤勢的部分 指數的部分 他其實是偏多在做 外資偏多在做的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畢竟國際盤勢 可是阿翔老師 日本爹好兇啊 對日本爹很兇 日本爹很兇 但是原因是什麼 最近美元在賬 最近日幣在漲 連兩天日幣在升值 這個台幣這兩天也在升值 好 再來我們看 我們看非半 非半影響台股比較重 費者半導體 半導體 今天有可能直接再衝 今天有可能直接再衝 費者半導體開地久高 昨天 你來看一件事情 美光 美光 2008 不是2008 這是美光 2008是南亞科 這是美光 如果今天晚上非半導體在衝 外資 他會加到他的買超能力到在台 很合理很正常 所以明天指數 有可能再次要公萬一 但會不會跟我們過去 明天還要看盤面的整個賣壓的狀況 但是呢 所以我說現階段暫時 我們還是以一個區間整理盤來看待這個盤式 選股比較重要 既然談到美光 自然而來一定會談到奈亞科 2008 奈亞科 我們仔細來看這一波 我們先前第一波從81塊 前面的位置 81塊做到98塊 81塊到98塊一張賺17塊錢 然後中間的過程我就不多談 後面90塊錢再把它買回來 今天是102塊錢 後面還有一個加碼單95塊做到100塊 我們先為下車了 現在90塊到102塊錢 今天2008的奈亞科還不錯 最近這幾天整理姿態還算不錯 為什麼 你注意幾個日子 第一個 衝高一天 衝高之後短信課太多 馬上壓回代量 整理一天整兩整理兩天 這一天美光調高他的財務預測 盤中美光漲3%多 收盤再漲3%多 然後到了前兩天又再往上衝上來 財務預測 美光第三季的財色往上調高 差不多10個百分點這樣子的幅度 讓整個市場對於美光的股價 再繼續激勵 再往上衝 那剛剛我們在前面的時間 也給各位看到美光的股價的走勢 呈現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多頭 那當然在現階段來說 我們回過頭來比照2008 南亞科的這部分 這一天開高之後 衝高力道不夠壓回代量 壓回代量 然後這一天 昨天 雖然還是代量 但是收了上來小漲一點 今天上漲亮縮 上漲亮縮 這幾天的整體盤是 今天算是一個最近四天收盤 這個小小區間的上緣 明天有機會再往上攻 是不是能夠一鼓作氣去化解這根長黑 這根代量的長黑 通常按照經驗來說 第一次要一次化解不容易 但是如果說第一次就能夠有效的化解 它代表它很強 對不對 那當然我不能說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畢竟美光它調高它的裁測 那美光先這個在最近的這個把說會談到了 記憶體因為AI的應用 因為BR的應用 因為AR的應用 因為這個工業4.0的這個應用 其實它賣入了是以過去是比較偏向這個PC時代 到後面智慧型首席時代 到現在的AI的這樣子的時代 記憶體的需求 包含了顆粒 包含了Nutfresh 需求只會增幅減 那在今年它的供需 供給的結構還算健康 我想這個角度先前阿翔老師都一直跟各位談過 當然線上整理 但是今天網上收了一個相對強勢的位置 明天有機會再供 但是就波段的角度來說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你要記得今天是5月24號 今天5月24號 美光不是美光 納雅科今年以來獲利都非常好 到今年的4月份 還月增14% 年增7% 那是不是能夠5月能夠再下一層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因為畢竟我們先前跟各位說過 第二季的這個DRAM的這個合約價 陸續都敲定了 在國際大廠的這個部分 合約價的這個部分 大平均在第二季敲定的 最近的數據來說 都差不多在漲3%的這樣子 合約價的這樣子的幅度 所以我們後面又看到了這個美光 在調高它的財務預測 所以5月份的這個 南亞科的營收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去做一個期待 所以短多中多長多 前面短線漲多 稍微休息 蓄勢待發 這是2408的南亞科 5289的移頂工業記憶體 今天這根紅K棒 算是一個不錯的紅K棒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它先前一路往上走高 到後面最近這幾個交易日 進入橫盤的這樣子的狀況 昨天下跌量說 今天帶量紅K直接做吞噬 是不是能夠也在明天一舉一舉 一鼓作氣再往上衝 機會有 但是你這邊要特別注意 如果衝的太高 衝過這個高點 如果說 因為最近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最近短線課真的太多了 如果衝高過高 那你就要去提防 短線課又來腳亂整個盤勢 瞭解這個意思嗎 衝到太高也不要去追 不用去追 當然我們談完記憶體這部分之後呢 我們再來談談其他的一些 個股的這個表現 談談贏見好了 贏見股的這個部分 5534的長紅 我想整個市場應該就 阿翔老師一個老師 唯一的一個老師講的最久 我講最久的就是這兩股票 5534的長紅 今天最高91塊4 又創了今年新高 繼續再創新高 這兩股票我從73塊開始買 前面的第一波 前面第一波73塊 做到90塊錢 獲利賣了一半 這些我先前都在交代過 我們再講一次 不厭其煩的再講一次 73塊 90塊賣一半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成本73塊還有一半 今天91塊2 後來殺下來這一天 通知所有朋友直接低階 買到79塊多 這天最低還來到這個78塊以下 我買了79塊多 後面80塊81塊82塊83塊84塊都有陸續在買 今天91塊2 股心比較溫吞 股心溫吞 適合理正常平行 正常平行 這是最近個人按道理 某剋線 長多 虎虎三色的長紅 我先生跟各位說過 買進去之後放著不要理他 自然而來你醒來你會開心 2534的紅勝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這兩檔股票應該今年 全市場就阿翔老師講最久 紅勝我們就會從27塊就開始推薦 今年39.35 27塊漲到39.35 長紅73塊開始推薦 現在91塊20 市場上現在有人在說 長紅今年EPS有沒有機會挑戰20塊錢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15塊是比較保守一些 15塊錢比較保守 20塊錢我覺得他會有機會 因為畢竟他今年第一季的EPS是9.33 現在我在跟會員朋友說的時候 我說 因為我原本預計第一季大概6塊多了 然後就後來公布出來9.33是超乎阿翔老師的預期 然後呢 當然 你在注意長紅的時候 你在注意紅勝的時候 你也要去看看其他同族群的 因為在接下來現在5月24號 接下來6月7月 會開始 市場在房地產的這個部分 會開始引爆一個豪宅的題材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幾個月之內 兩三個月之內 包含了冠德 包含了中工 包含了大陸工程 還包含了一家沒有上市的 陸續都會在信義區 推出豪宅 4個豪宅案子 這市場上在說這是叫做超級豪宅F4 講到F4就想到流行花園了 三菜 是不是 超級豪宅F4 最早推出的 已經取得使用執照的 是冠德 冠德信義 2520冠德信義 冠德信義 分成三個區 兩個區其中 C跟B 都已經取得使用執照 冠德信義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想說 他想說他今年第一季還虧錢 虧0.09 虧錢 各位所謂好朋友 因為冠德信義他的這個豪宅 超級豪宅F4當中的第一個率先發難的 超級豪宅案子 冠德信義因為他採取的是先見後售 當然先見後售 表示前面在劍的時候 劍商是自己先出錢 先見後售跟完工入帳 不是完工入帳 跟預售物不太一樣 有些小的劍商他會採取預售物的方式 因為可能資本沒有像萬德這麼雄厚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於什麼 因為你採取預售的話 你會可能前面會先收一些錢 一些錢會先入帳 後面才完工入帳法 先見後售的情況之下 你前面在蓋的時間 都不會沒有沒有任何入帳 賣出去才入帳 賣出去入帳 賣出去入帳 冠德信義 按照 平均豪宅信義區豪宅成交單價如果以200萬來算的話 冠德信義如果全部賣出去 共建1PS大概20塊錢 冠德信義的西區 去年10月已經取得實用執照 最近已經即將完工要開賣 第二個部分 冠德信義的B區 前陣子拿到使用執照 也即將完工要開賣 像現在F區的這部分 應該也是 快 使用執照也是快 所以 豪宅全部賣出去 冠德信義全部賣出去 貢獻 EPS 至少超過20塊錢 在2520冠德的選項 奇數面 2520冠德 先前 去年10月我做了一波 18塊到20幾塊錢 後面修正下來修正大ABC散步 而且還破低 破地到前破地點 對不對 ABC 比較大 那當然回撤完之後 跳空紅K 站回均線 再往上連拉兩根紅K 再站回所有均線 有沒有人在照顧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超級豪宅F4當中 第二個 2515的中宮 逃租影院 有人說他長得很像那個外面一種零食 怎麼叫卡里卡里 我以為中宮 股價最近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回撤掉 回撤到這一條半年線之後 都有 防守滿滿 低一點 低一點 有沒有越電越高 均線再往上走 低一點越電越高 現在沖上來點兩紅之後沖上來橫盤亮縮 連續 這已經算是如果從比較長的時間來看 他等於這一次是要第二次整理的時間 醞釀什麼 思考一下醞釀什麼 2515的中宮 先前說要賣金華城 現在又開始要推出 這個投注影院要開賣 採取的是國際標 採取國際標案 國際標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能夠 吸引外商或者是外國投資人進來 那超級豪宅 豪宅中的豪宅 2016年被評為 台灣 全世界九大地標之一 有空可以去 應該沒記錯 是不是在南京東路五端那邊 還是中宵東路去看一下 超級豪宅 看看是不是人家說的像餅乾一樣 像一種零食 哈哈哈 好 那當然 這是 銀線股的這個部分 再來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的這盤市你覺得好像難做 有些 平蓋股 好像沒有還還沒有真正很有效有強很強勢的表現 那當然還在盤底的過程 不過最近這檔又有人開始在跟著在講 3406月經過 那 阿翔老師也不喜歡你去等幾年 縱使有助我也不喜歡一直講 我講 霍利下車會告訴你 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談談生計 4190左燈 主力非常厲害 那 你談他的基本面嗎 好像也不太對 4190的左燈 連兩天吉拉 今天共上亮燈漲停 按照這樣子的趨勢來看 明天開高你要先下車一趟 如果你有做的話 但是我今天要表達的這個是 醫美 4190左燈 1137利封 靜一退三靜一退二靜一再靜一 對不對 一根紅黑退三天黑黑 一根紅黑兩天黑黑 兩天紅黑 往上亮出環間 控盤也是很強 控盤也是很強 多方式沿線操作 419這個4137利封 都是醫美 再來我們看醫材 4163 液態 上個禮拜上上個禮拜我們跟各位講10個月的底部 10個月底部的股票 一步上來供給的非常漂亮 供給的非常漂亮 僅限 在這個位置 自己畫一條 你自己去畫一條 回測 短線短線長多 不一定會回測因為這是直接衝過去 喔 喔 喔 亮眼線架行 喔 再往上蓄工 蓄工出亮帶上影線 短線稍微做整理化解正管理比較大 喔 10163 10163 液態 走黑線 漂亮 10163 液態 今年的重點 在於去年 新台幣匯損的問題太嚴重 影響的EPS快兩塊錢 今年到目前來說 新台幣的貶值 我想大家也看到 美元的升值大家也看到 所以今年到目前來看 沒有沒有揮水的問題 反而還有可能回充的利益 那 吊單的問題 也逐漸改善 好 那 液態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 以前外資做得非常兇 因為畢竟他算是液態 液態本來就是算是一個 這個營建 這個生技股當中 比較 成長也很明顯的 因為他畢竟本來就是 液態本來就是穩穩的 在成長 這也不用多說人口老化的問題 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今天我們第一檔 卡位 第一檔 一開始盤沒多久買進了 1789神龍 先買先賺 這個底打得不錯 打得非常漂亮 徹底 徹底 攻擊 川普 現在在美國 因為政策上了他的政策的這個 宣誓 要打壓要價 但是反而對於學民要來說反而有利 底部打了這麼久 WD也有機會形成 明天是不是有辦法一股作氣再跟紅K棒攻上年限位置 年限是最上面這條紅K棒 這更上面那條 紅色那條 我覺得有機會因為畢竟 今天是低調往上出量 往上攻擊 收到將近最高點 對不對 有機會 持續觀察 好 今天 跟各位談了這麼多的股票 無疑只是想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在這個時間 你選對股票 你可以賺錢 如果什麼都不敢做的 去買底部起漲的股票 阿翔斯告訴你 底部起漲的股票 我們有一檔最新的股票 14個月的底部 10個月的底部從100塊 漲到現在快120 4163的一台 14個月底部的這檔股票 短線即將要攻擊 底部埋進不一定也難 我想這是 股市 不變的真理 一檔股票能夠做得長長久久 我們也很開心 就像我們現在嚴格控制持股在三檔以內 你去思考一個問題 其他兩檔靈活操作 那如果有一檔是你當初阿翔老師帶你買的73塊的長紅到現在都沒有賣 現在91塊了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其他兩檔靈活操作一檔 不斷的操作 每天睡醒就幫你賺錢 何樂而不為 這就是所謂 投資組合的概念 持股不多 就三檔以內 兩檔靈活操作 一檔波段操作 我想這樣的方式 算是進口空推格數 如果說你認同阿翔老師的分析 也希望 買到下一支 能夠像長紅一樣 漲得久久的股票 那歡迎各位 去買那一檔 我所 我所鎖定最新的 14個月底部的股票 想要知道的朋友 加入阿翔老師的Light 或者是 你可以打電話 到公司來 直接詢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以望著 绩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問